有没有见过整容失败之后找你求助的 找我求助因为整容或未整完之后失败的个案 偶尔我也会遇到的 因为始终来说这是一个很常做的事情 我自己的经验有几类我特别深刻的 例如有一个病人在某个机构做了一个冷冻的容脂手术 这是一个以往都很常用的手术 他冻伤了 他的目标是将腹部脂肪拿走 所以用冷冻容脂的方法 结果冻伤了之后 他产生了很多生理和心理的变化 生理上他有抢激躁症 会经常肚痛夹杂吐射 另外心理素质当然改变 变得很焦虑 亦有所谓创伤后遗症的症候见到 第二个个案很深刻的就是 他用一些有病人在某个地方做 想浓鼻弄大了自己的鼻 他要求施打这个物体的医生 跟他做过多了 还有打那个情况令到鼻是歪了 我要用溶解霉和溶解这些透明质酸 事后的心理评估和counciling 都是很长时间 他才能接受到他的改变